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我用红薯和鸡蛋分享一道美食 特别的好吃 红薯先削去外皮 再切成稍微后一点片 再切成条 最后改造切成小方块 切完之后装入碗中 碗中挡入2克母鸡蛋 加入2勺白糖 用手抓匀 抓匀之后在里面加入1勺勺面粉 1勺糯米粉 再加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再次用手抓匀 一直抓捏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平底锅中少倒一点油 用刷子刷匀 倒入红薯丁 用铲子铺平 开中小火煎一分钟 煎至定型 从边缘处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没过红薯就可以了 全程大约需要炸5分钟左右 中间的时候可以翻一次面 让它收入均匀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倒出锅里面的油 利用一个盘子 倒腹在上面给它翻个锅 取出来切成小块 红薯烙的这个做法和玉米烙的做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更喜欢吃红薯做的 口感软嫩香甜 刚出锅的时候吃起来还是酥脆的 吃上一口特别的香甜 孩子也爱吃 喜欢的朋友你也在家吃吃吧 不要忘了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